就是在香港 就推人做一個大型的夜市 OMG 馬上在香港那裡搞夜市 HELLO BOOK 他們當然說這個夜市停電 有一些檔主就透露說 這場原來只能夠提供1000W的電 而那些檔主就只能夠用 咖啡壺、風扇、音響組合 還有就是電飯煲和多士爐 最多就是播出歌、吹著風扇 然後賣咖啡和白飯 大家好,大家好,緊張 午餐上大家都知道 最近香港政府為了促進香港夜間經濟 又想刺激香港人出街燒賣 所以近一個月就開始推行一個全新的計劃 它就叫做香港夜賓賓 我終於領悟到 如果要將少林功夫發揚到全世界 是要講包裝 甚麼包裝 這個計劃真的相當厲害 弟弟我特意上網去了解這個計劃 其實包含了各類型的活動 當中包括 戲院夜場購票優惠 中秋彩燈會 延長博物館的開放時間 夜遊香港科學院 嗯嗯 哇大哥 這活動真是急著我 立即想打回家叫阿爺賣出去玩 延長博物館的開放時間 就算你不看 進去聊聊冷氣也好 不過怎樣也好 其實這個香港夜賓賓最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在近日他們搞了一個重頭戲的活動 就是在香港推人做一個大型的夜市 Oh my God 竟然在香港那裡搞夜市 不是那麼吸引吧 那正當小孩已經打電話幫家叫他們出去 一齊看看究竟這個香港夜市搞成怎樣 我幫你教他們竟然說這個夜市停電 不是吧 喂大哥 喂 搞一個夜市而已 都不是真的差勁這樣吧 連供電都出現問題 還是香港政府認為夜市是不需要電的 喂電你都沒有 那你還搞什麼夜市啊 你不如考慮一下食肆好不好 所以今天我帶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個香港夜市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一個香港夜市有多麼搞笑呢 還有最後我都會就這件事去分享一些外國人的看法 其實早在這個香港夜市開始之前 就已經爆出不少的笑料 首先在香港夜奔奔啟動禮上 香港政府竟然找了一隻兒子是白獅來表演 而這些白獅一般只會在喪禮上出現 閉嘴吧 對於這件事 香港政府就解釋到 其實這一隻不是白獅 而是螢光獅子 不是吧 螢光獅子 那我這條不是螢光賓州 既然你迫我我唯有回應 因為我人很低調 除此之外 亦有網民就解釋到 其實這一個真的不是白獅 他應該是銀獅 如果我上網翻查了資料 的確就真的有點像銀獅 但是我想也想不明白 為何有這麼多種銀色的舞獅 你偏偏要選銀色的舞獅來表演 你選紅色啊 橙色那些不好嗎 你給了夜媽媽表演 居然還要選銀色 選那個人是不是靠害的 第二 就像剛才所說 變成香港政府 搞一個夜市 都居然是可以搞到停電 喂我真是 唉我作為香港人 我都不想跟別人說 香港是有這個夜市 早幾天 當我收到我家人 發給我的照片 喂大哥 不說我還以為他去錯地方了 所以就搞到我 那天 被家人吵了一整晚 就說我困咎他去這個香港夜市 而我自己就跑去台灣的士林夜市 你也算夠義氣 喂大哥 我又怎會猜到 香港的夜市是可以叉成這樣 到第三 就是當這個夜市有電的時候 就有一些檔子透露 原來只能提供1000W的電 行不行 行啊 留給你剪腳 混蛋 喂大哥 我真是 救命啊 可能有人在這裡 我就會問 究竟1000W的電是甚麼概念 那我就上網找了資料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如果長袖只能夠提供1000W的電的話 基本上所有的主食焗爐 電水煲 電爐餅 焗爐 都是用不到的 收齊了 而那些檔子 就只能夠用咖啡壺 風扇 音響組合 還有電飯煲和多士爐 所以如果夜市 就真的只能夠提供1000W的電的話 我這樣也沒甚麼 最多就是 最多就是播出歌 追著風扇 然後買咖啡和白飯 OK 你把東西在我喉嚨裡拖下去 不需要猶豫 第四 有些檔主就表示 夜市的場地 連洗夜的設施都沒有提供 所以就令到一大群的檔主 都需要拿回那些沙波蘭餐 就走回他們自己公司那裡洗 那洗完了 先帶回去夜市那裡 然後再做些食物 賣給大家 好厲害 好厲害 厲害 大哥 你這樣搞吧 我真是 你不如以後香港的夜市 禁止所有人賣熟食吧 就每個人都賣餅乾就算了 搞這麼多東西幹嗎 那到第五 我覺得最搞笑的就是 早前香港政府突然宣布 在12月1日國慶節日的夜晚 夜市將會暫停開放 收屁啦 你說什麼都想含了 因為我現在已經瘋了 而理由就是 由於香港政府怕12月1日的夜晚 有很多人走出來看煙花 為了做好人流的管制 所以他們決定關掉整個夜市 甚至是鼓勵那些當主 一起收檔 然後欣賞國慶牽花 救命啊 到底我看了什麼 大哥 一個夜市多一點人是一件好事 現在香港政府居然是說 因為人太多 所以要關掉夜市 來對管制人流 喂我 我真的 我真的嚇了頭 還有我真的想說 你說過慶日的夜市開放時間 是由早上的10點到下午的5點 我敢說但是老老豆豆 哪有人夜市是早上和下午開的 所以我真的第一次聽到 原來夜市是在早上開 前不是晚上開的 你說香港的夜市有多創意才行 然後到最後 可能香港政府終於發現自己真的昂貴了 所以公佈了最新的夜市營業時間 被一班當主在煙花表演完結之後 都等他們可以繼續開動 繼續經營夜市到凌晨2點 OK 到第六 香港政府一方面又要吸引一班香港人 去過一些夜市消費扣民 但是在另一方面 居然暫停了夜市附近所有的泊車位 你說笑死不笑死 所以就搞到一大群香港人 特意開車過去光顧一個夜市的時候 就要被迫遺拍 然後還要被警察抄牌 所以我都不知道有什麼可以說 對 你喜歡去就去 總之沒有了 收皮吧 首先我真的很想說 大哥 你看香港政府一時又說要搞好夜市 一時又說要搞好夜經濟 老老老老老 究竟你們是要搞夜市還是要搞夜經濟 你搞到我很亂 因為夜市和夜經濟是兩個概念 夜市就指你在晚上提供了一個地方 在一個市場給人做買賣 而所謂的夜經濟是指晚上整個經濟生態圈 簡單來說就是夜市只不過是夜經濟中其中一小項目 所以你說你是要搞夜市還是要搞整個夜經濟 還有我想說的就是 夜經濟的這個概念已經夠了 因為如果你真的想搞好經濟的話 那你就搞經濟了 又用什麼分夜間經濟 日間經濟 不如索性清晨經濟、寒茶經濟、黃昏經濟 如果你在這個地方經濟真的好 無論是日後還是晚上都會多人出來消費 那現在香港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現在香港人 由以往每天花一千元 到現在變成只花一百元 即是香港人每天的預算 就只有一個水 所以無論你怎樣刺激他的消費 他都是只有一個水用 所以難聽你說的 你們香港政府現在在做夜經濟 就只是使香港人 將他六百元的預算 先enin她們再使用 沒用 第二 就是看看香港夜禮 是提供了有很多活動和優惠 來吸引了一些香港人到街消費 但我真的很想反問 如果這些活動和優惠都會消失的話 這所謂的夜經濟 又是否真的可以 持続下去呢? 如果不行的話 其實你們一個香港夜繽紛就是廢了 你只不過在短期內製造一個假象出來 告訴別人香港是很熱鬧 很多人出街消費 第三,我覺得最搞笑的就是 當我細心留意這個香港夜繽紛的活動的時候 我就居然發現 嘩大哥,香港這麼開心的活動 哈哈哈哈哈哈 喂,做什麼沒有 最簡單的就是 無論是開心香港也好 香港夜繽紛也好 當有記者問香港政府官員 就問他們那個KPI究竟是什麼時候 他們竟然說什麼希望大家有開心愉快的氣氛 嘩大哥,究竟你們知不知道什麼叫做KPI KPI是一個講求客觀 一個可以衡量的職效指標 就是你們的目標是想吸引多少的遊客過來香港 又或者是想吸引多少的香港人出街消費 而就不是那些開心愉快的氣氛 這些這麼主觀的行量標準 嘩嘩 如果不是你怎麼行動呢 就是你在街上看到別人笑笑笑口感 然後就說自己的活動很成功 所以得罪就這麼說一句 就只你們今天搞了100次一些開心香港 香港夜繽紛也好 即是你們連搞一些活動的目標都可以這麼清晰 這麼主觀的話 嘩嘩嘩嘩 你搞這麼多就只是沙丘氣 你倆龍姊哥,收皮啦 好啦,那今天就在這裡 老實說一句 單單從香港政府搞夜市一件事 即是你說哪個國家可以做到這麼垃圾才行 而且就說為何香港政府搞夜市 我們就只搞夜市 都可以搞成一隻屎 所以你們說,我們又怎能夠繼續寄望 這個香港政府能夠為香港大陸的發展呢 是不是呀 唉,算了